最近来关心台海紧张之下 我们来看到中共解放军的最新布局 在4月19号这一天 画面上我们看到中共解放军成立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信息支援部队 这做什么的呢 等一下请专家来特别帮我们了解 主要功能带观众朋友稍微来了解 是由中央的军委是直接领导指挥 撤销战略支援部队调整军事航天部队 还有网路的这一些空间部队领导 的管理关系 另外我们来看到中共总书记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主席 也提出了信息支援部队是 全新所打造的一个战略性的兵种 要坚决的听从党的指挥 根据了解大陆的军事研究专家 这位是曹卫东 他也特别指出了 信息支援部队主要着眼在 未来实际的一些军事行动的需要 有力完成信息化条件的军事行动 好 听起来比较条条框框的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日前 成立的信息支援部队刚提到之外 也撤销了战略支援部队 有观察认为只是说你同一批的人 换一个招牌而已 委员帮我们解读一下这个全新的 一个战略性兵种 本来中国的军事体制就跟其他国家 稍微不一样 他们是由中央军事委员会在领导的 中央军事委员底下有四个军种 然后有四个特殊兵种 四个军种就是海陆空火箭军 这是以军的这个概念来进行的 那另外的就是有四个特殊兵种 本来是没有 本来通通叫什么战略支援 现在开始拆开来 拆成什么这个军事航天 太空的 太空作战的 然后拆成网络空间 网络作战的 然后拆成所谓的联群资源部队 是后勤提供的 那现在又多了一个所谓信息资源 大陆上讲信息 我们来台湾就把它翻译成 数据会比较更清楚 就是一个数位化的一个资源的部队 所以你把信息化 把它通通翻成数位化就对了 就战场管理要数位化 这不是网络作战 网络作战是网络空间部队 不一样 它完全是军里面去做战区管理 战场管理 专业在这里 我的右边 左边这个专业人士 如何让这个指挥系统 随时有各种这种战斗的资讯 能够会整 能够分享 能够分配 而且送到该知道的人手上去 然后从前线 这个无人机所拍到的照片 看到的视讯 到后方要传达什么 会有个自动分配系统 美军这方面平常经常做得很好 美军大概现在可能是世界上No.1 No.2大概就是中国的解放军 俄罗斯在这方面 对不起 看俄乌战争这种打法 他好像还没进入这个状况 所以这是一个拆分 也表示前一段时间 他们成立了什么战略部队的这种军种 没有发挥疫情的功能 不过这种调整很正常 因为蔡英文以前不是敲锣打鼓吗 搞了一个所谓的什么电战部队 还告诉我们说第四军种 就搞了半天 现在还没卸论就撤销了 上个月就撤销了 为什么撤销 一 没有钱 二 跟陆军总司令部的电针室 还是什么系统是重叠的 第三个更严重的 钱都拿去给苏维部花掉了 反正自己军队里面要信许化 苏维部没有钱 所以我说 蔡英文最像谁 最像慈禧太后 为什么像慈禧太后 把海军的钱拿去盖颐和园 所以她现在是把我们军队里面 讯息作战的钱 拿去搞束发部 就束发部 就拿去吃喝玩乐 一年搬 便出国 部长一年出国经费3000万 这个在各部会里面 所以变成什么 观光旅游部 那整天我们看不到 数位部有什么数位成果 只看到说唐鳳一个人在表演 那因为她的性别比较特殊 媒体都喜欢追她 国际上没人注意她 那蔡英文就很开心 她忘了 她走上了慈禧太后的老路了 是 谢谢委员 好 除了在数位方面 刚刚委员报 我们看到非常多的努力之外 我们来看到解放军 针对台湾的布局 实际的兵推 我们来看到 《华盛顿邮报》指出 美国现在最新的卫星影像 情资已经显示了 中共解放军 在台湾的东部战区 部署了超音速无人侦察机的部队 其中我们要特别来关心到的是 吴珍8 这个号称 看得到 但是打不到 主要用在于 收集飞弹攻击的地图资讯 带给朋友们了解一下 吴珍8几个特殊的功能 包括它需要靠 运20轰6 在空中做发射 再来它是很重要 就是它是超音速的飞行 可以达到的速度非常快 6马赫 飞行的半径 现在落在8000公里 飞行高度是4万公尺 据说这个是连飞弹跟战机 都无法把它给 特别拦截下来了 我们要请总编来 特别帮我们看到 吴珍8在台海 对于美军接下来的威胁 大概是怎么样 其实从吴珍8 它的性能来讲 它已经早已超越台海 而且它是可以从 东海 南海方向 往西太平洋 第一岛链和第二岛链之间 进行广泛的侦查任务 而且这一型飞机 我们从它的外型 就可以看到 它的外型非常像 美国著名的 像B1轰炸机 B2和B21最新的 它属于一个隐形的外型设计 再加上一些涂料 因此我大胆认为 它在雷达所反射的讯号 其实极低 符合所谓隐形飞机 逆中飞机的特性 而且从它公布的性能发现 它的飞行急速6马赫 它已经超过我们所界定 5马赫是属于极音速武器 高超音速武器这样的特性 因此这么快的速度 增加 大幅增加 被侦查者 它有反击的能力 而且我们从它的飞行高度 可以看出4万公尺 我们一般做民航客机 它的飞航高度 大概3万多公尺 而且就战斗机来讲 它通常最高的升限 也是3万公尺上下 因此对一般的战机来讲 它要升空进行有效的拦截 而且它速度那么快 确实是防不胜防 但我必须讲 它只是解放军 所有无人机的其中一种 这属于侦查 另外解放军 还有长航式像无真机 另外还有所谓查打议题的 甚至轰炸机器 像这个双尾歇 此外我们必须注意 它目前无人机领域里面 还有所谓中程辽机 像飞鸿97 可以搭配像歼20 或其他载台在空中 形成一个混合的 有人无人机的整个攻击体系 因此对于未来美军 这个航空母舰 要接近中国大陆领土 其实这些无人机 不管是侦查用的 或者查打议题的 或专门用于攻击用的 对美军来讲 如何有效的防御 这么复杂功能多变的 这个无人机体系 其实它的难度越来越大 好 特别是在美军 接下来在第一岛链 第二岛链 如同郑总编把我们讲到 接下来的危险会越来越大 除了在侦查方面 征收的能力增加 我们来看到 实际它在主力战舰的上面 又有什么样的布局 其实在4月23号 今天就是解放军的海军 它建军75周年的日子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解放军突然向公众的媒体 也开放活动 让大家都可以来参观 这个主力战舰 这个主力战舰 是052D型的 飞弹驱逐舰 贵阳舰 好 画面上我们看到 主要的功能也带 观众朋友稍微了解 包括了64 4飞弹垂直发射的装置 然后它搭载的项目 包括有红旗9 好 我们特别讲到 是中远程的防空飞弹 还有这个英吉18反舰飞弹 长舰10远程巡翼飞弹 传出现在连沙务地阿拉伯 都有意说要来购买 这个12艘同等级的军舰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 平平的052D型的飞弹驱逐舰 在印太地区都可以看得到 去年直接切到 美舰的中云号前方 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这个驱逐舰 为何能够赶来 如何能够跟美军来做单挑 杨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就是 对于这个武器的性能 我不是非常的了解 但是基本上我们看到 当你有一个这个 已经做了这个整个 整体战力的提升之后 你都总是希望 我们就开玩笑这个 你开车也是一样 一个test drive 你要希望了解它的性能 到底怎么样 那虽然还没办法实际作战 但是就是光是在海上走行走 然后遇到这样子 所谓的转弯等等 都是协助你整个的数据的收集 有帮助 那当然就会让美国也知道 这个我通常看 很多国家都会 故意走到战争边缘 然后看我的武器 到底的性能如何 然后再做一些调整 我觉得他今天就是 虽然没有跟美国直接发生冲突 但也非常的接近 但是也看美国的反应如何 你收集到更多的数据 所以这一套的做法 我觉得就是基本上 在南海地区 我敢派这么多的舰 来到这个地区 那你美国看你怎么样 你用什么样的来回应 无论是空中也好 或水面上的也好 你的回应 我再继续做调整 那未来整个的数据的收集 确实是会有帮助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常常 就是以为说战争 就一定要打仗才是战争 不是有的时候 他只是非常接近战争的时候 他已经收集到很多的数据 是 虽然还没有真的实际作战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威吓的力量 已经先起来了 我继续请教总编 您如何看 你刚才同样的一个问题 解放军的052D 能够如何来跟美军做单挑 052D就目前解放军 海军的这个编制来讲 它主要是作为航舰编队 一个战斗群的其中一个环节 我们从它的配置来讲 它有比较均衡的像防空 反潜 还有水面舰的反舰能力 此外由于它的舰载的反舰 弹道飞弹 比如英级21 其实虽然它这支的性能很神秘 确实对于它海军来讲 等于远程打击的一个环节 也因此对于解放军海军来讲 052D这个船 它性能均衡 而且它本身的综合性能良好 更重要就是它的价格相对要低廉很多 不管是对兵美国的伯克级驱逐舰 乃至于解放军海军一种更高等级的 0055型大型万吨的驱逐舰 它的成本其实相对要低廉很多 也因此它可以大量建造 就目前来讲它的数量已经超过30艘以上 它的数量而且还在继续增加中 也因此综合考量它的性能功能战力 还有它的这个单价的成本和运作的成本 确实对解放军来讲 它已经成为一个 它海上编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兵力 好 除了看到印太地区的布局 我们再把眼光望向另外一场 现在真实发生的就是乙伊之间的战争 说这个战争是可以看到未来两岸的影子吗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来看到画面上的左下角 美军的印太司令这位是阿基里诺 他在17号在一场智库的外交协会 谈到说未来可能发生的台海冲突 他特别点出说中国要作战是不缺人手的 所以他说台湾你应该怎么做 你应该要借尽以色列现在的一个动员力 他要特别举例说以色列现在面对恐攻 一天他可以动员36万人 是已经为你们台湾做出了一个最好的示范 这一番话不知道蔡委员如何解读 我也希望有这份动员的实力 可是阿基里诺他这个印太司令 显然对台湾的状况不太了解 因为当你已经在动员30万的时候 巴勒斯坦人是没有能力打你的 他没有空军 没有海军 没有飞弹什么都没有 恐怖分子 恐怖分子用不大 他用场 你这个在动员过程里面 你可以到处集结都没有问题 可是台湾要动员有能力集结吗 第一个没有地方集结 第二个现在我们8万的陆军 连个靶场都没有 第三个我们连个大的营区都没有 很多营区不是变成卫武营区了吗 变艺术中心吗 这不是民进党的政绩吗 所以军队是没有营防 没有射击场所 那现在可怜到什么程度 要到所谓的红色沙滩上去演习 前面什么演习 汉光演习给大家看吗 为什么我们叫红色沙滩 就是我们假设共军会那边登陆的 所以每个人在沙滩上全副武装在那边跑步 在那边所谓的冲锋 我心里头的很头痛 这个是我们可以打巴勒斯坦的 不是打解放军的 你也没有搞丑啊 所以我是觉得阿基尼诺说要动人36万人 这个是一个天方夜谭 理由在哪里 两岸只要一开战的时候 台湾一定会断电 断网 断讯 36万人要怎么着急 要叫什么 叫邮差骑脚踏车挨家挨户去送召集令吗 这是个现实问题 有点像纽约那个电影里头 专门骑快递那个脚踏车 到处去通知 可以送牛奶吗 所以这个是台湾只要一发生战争 用后备军人保证无法动员 动员来也没有用 你把这三千万挤在哪里 你分散开来才没有力量 你摆在哪里 台北市有地方可以再来动员 可以在中正纪念堂 凯达 戈兰大盘 像我们四位游行 动不动可以动十万人 一颗导弹下来通通挂掉 所以台湾在第一个时间 就会面对很艰困的处境 比如说我们军长喜欢讲 我们恒山死危守 多了不起 他们我们军事算得都很清楚 我们当年盖的是 可以顶住两千磅的炸弹 现在大陆中国湖 对不起 随便一出马就五千磅的炸弹 中国湖二十号的炸药 那你说我们现在买了什么 F16V的战斗机 我们想了老半天 终于找到厂商 能够做抗三千磅的 一个所谓的停机棚 不要忘记 解放军的炸弹三千磅是起跳价 所以你对手不同 我们不晓得你在讲什么 我觉得最好是这样子 不然好不好 我们就把国防预算撥出一大笔 我们就外包 凹搜索 我们台湾最近凹搜索 我们外包给美军印太市民 你来帮我们打打看 就解决问题了吗 不要到时候像江神说 我的儿子要到海军里面去 千万不要派去台湾打仗 不是 他是怕去乌克兰 来台湾比较安全 吃完了 还可以去澎湖的越南店 跟他打架 不是很好吗 所以我是觉得 美国人整天讲 那是有的没有 这不符合台湾的实现 美国他们打仗很习惯 空军先行 导弹先行 然后制空权先拿到 支海权先拿到 那陆军就像少爷兵一样 激放霸放 又可以开个武装直升机 又没有人能够打你武装直升机 我们的局面是完全颠倒 你有没有搞丑啊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 我是觉得以色列为鉴 那以色列打的是巴勒斯坦 这样好了 我们以色列为鉴 我们今天动员36万 明天打帛琉保证胜利 不是这样子吗 我们连打菲律宾都有困难 为什么 36万人 要打菲律宾 那种各种防疫疫苗 36万我们没有存落可以打 所以我觉得阿基尼 你如果不晓得 他们是不是整天坐在办公室 在规划 哎呀 你可以上街去当这个 寒丹也可以被炸药打 无聊嘛 嗯 好 谢谢委员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地人政治 内中之间 战略价值 商权崛起 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 共新世界走向 掌握世界爱动 全球观点 尽在环球发展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总